第681章地动山摇 天明战场巨大 除非实力绝对碾压对手 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想要杀一个人 不是那么容易 孟月影的实力不低 虽不及终神州那些天才 却也不可小觑 不然也不会连续逃一个月 都顽强地活下来了 期间发生过几次打斗 都有惊无险的脱身 于林 你为何要斩尽杀绝 林童满脸怒气 瞪着走向他们的男子 我于林看中的宝物 你们竟敢出手抢夺 所以你们该死 于林大步留心 走到孟月影十米外站定 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身后还跟着十多人 各个实力强大 目光中透着不屑还有冷笑 真是笑话 这没千年灵果 明明是我们发现的 你不过道听途说 就对我们展开追杀 林童发出一道讥讽声 没见过如此不要脸之人 原来是林童跟孟月影遇到一枚千年灵果 他们采摘的时候 不小心消息泄露出去 被于林知道 千年灵果分好多种 林童得到的这枚灵果 可不是一般的果子 而是一枚罕见的吃侠果 来不及吞服烈化 于林等人就追上来 足足追杀一个月 犹如复古之躯 不论他们如何躲避 都能被他找到 天明战场任何东西 都归我于林所有 你们竟敢私自独吞 乖乖地交出吃侠果 从这里跳下去 霸道无比 这里发现的任何宝物 都归于林所有 这是什么规矩 哼 想要吃侠果 你们休想 孟月影手持长剑 满脸寒霜 已经做好死战的准备 手中的警示符 只剩下最后一块 当最后一次燃烧 意味着他彻底死亡 交出也是死 不交出也是死 不如大战一场 追杀这期间 林童几次想要交出紫霞果 想要换取两人安全 结果都被于林拒绝 他们必须要死 身后已经没有退路 如果有退路 追杀还在继续 于林师兄 既然他们找死 就成全他们吧 站在于林身后的十多名青年 懒得跟他们废话下去 这么久的追杀 已经耗尽了耐心 他们实力很强 你们要小心 于林点了点头 跟孟月影交战过 除非底牌进出 才能将他们斩杀 十多名青年快步合围上去 恐怖的星河之士 形成一股风暴 卷向他们两人 一步步后退 双脚已经踩在悬木崖边 大量的碎石 从他们身后跌落到崖底 发出刺耳的声音 影儿 对不起 都是我连累的你 林童心一横 身体长驱直入 先冲了出去 这是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 给孟月影撕开一条通道 帮助他逃走 我心甘情愿的 孟月影岂能不知道林童内心的想法 想要用自己的命 来换他的命 顿时间 战斗打响 面对十多人围攻 林童还有伤 好几次险象还生 险些死于他们的剑下 孟月影实力很强 终究双拳难敌四手 一对一的情况下 除了于林之外 其他人很难伤害到他 将枪枪一阵阵兵器撞击声 林童还有孟月影被先飞出去 哇哇两人口喷鲜血 脸色萎靡下来 一番碰撞 两人受伤不清 情况对孟月影两人越来越不利 连续一个月的追杀 他们早已心神疲惫 除了他们之外 最近这段时间其他人获得宝物 只要被于林知道结果都是一样 第一交出宝物 第二被他杀死 抢走宝物 封鸿光他们只是辩论了几句 就惹来杀身之祸 于林等人 早已把天明战场变成自己的地盘 进来历练的修饰 获得的宝物都要分他一份 难得丢下去 你的赏赐给你们了 于林站在不远处 嘴角浮现一抹凝笑 让他们把林童丢下玄木崖 沐月影活捉交给他们十多人处理 多谢雨少 吃几人发出阵阵吟笑 他们近来快三个月了 碰到的几名女子早就被他们糟蹋了 步步紧逼 沐月影还有林童已经没有退路 身后就是万丈悬崖 空中又是阴阳风暴 情况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人影由远至近 如同破晓之剑 出现在沐月影面前 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沐月影美目之中 流露出一丝蹊迹 还有一丝震惊 柳无邪加入天宝宗 他未能亲自接待 心里很过意不去 饺子 你是谁 为何要拦在前面 站在柳无邪面前的十多名男子 手中常见指向柳无邪 质问他是谁 我不想杀人 你们都滚吧 对方高手太多 柳无邪不想纠缠下去 真要死战 一定是两败俱伤 林童身体上的伤势很严重 沐月影争气枯竭 他一个人根本顾及不过来 唯一的办法 让于林等人退走 真是可笑 你小小的心和四重 也敢跑出来学人家英雄救美 站在最前面的一名男子 发出一声猛笑 手中常见碗出一朵剑花 直奔柳无邪而来 无邪 小心 沐月影连忙出言提醒 还来不及打招呼 双方就战斗到了一起 面对怒刺而至的常见 柳无邪眼眸一冷 看来大战在所难免了 既然如此 就索性一战 截任凌空举起 犹如羚羊挂脚 毫无诡计可循 单凭一个起手势 就让十多人面色一鸣 这个招式太诡异了 让人无从捉摸 王瑞 回来 于林召唤一声 让出手的男子赶紧退回来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王瑞杀心大起 岂能因为于林的提醒 撤去见招 在他眼里 柳无邪实力再强 终究只有星河四重镜而已 而他 乃星河九重镜 常见距离柳无邪 还有三米之遥的那一刻 鞋刃陡然斩下 吃吃吃空气 传来剧烈的诈鸣声 不断地被撕开 出现一条真空通道 刀器以一往无前的态势 横扫苍穹 咔嚓 叫王瑞男子手中常见 瞬间炸开 承受不住柳无邪的刀器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轻易撕开王器的防御 我命休矣 手中长剑断开 王瑞想要做充反应 已经来不及了 正要撤退 柳无邪的刀器第二次袭来 而且威力要比刚才还要强大 一字战已经越来越熟练 每一个变化 让人琢磨不透 招中套招 每一招看似只有一个变化 事实是充满招数千个变化 不论王瑞如何躲避 邪刃牢牢的将他锁住 咔嚓 这一次是身体炸开 四分五裂 被柳无邪一刀直接被切开了 场面血腥恐怖 无数血肉 在虚空上漫舞 一招斩杀星和九重 震害了每个人 包括鱼鳞在内 正在原地 一脸不知所措 啊啊啊等了约莫一个呼吸时间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饺子 你竟然杀死了王瑞 我要你死啊 杀了一人 还有十二人 一起朝柳无邪掠过来 形成一股滔天的气势 如同奔雷滚滚 震得整个悬木崖都在晃动 身后的巨石 不断滑落 你们还能不能走 柳无邪目光朝沐月银两人看去 如果还有体力 带着他们杀出一条血路 能 沐月银咬紧双唇 艰难地说出一个字 尖血染红了灵桶的衣衫 看不到他一丝皱眉 此人还真是一个硬汉子 一步步从悬木崖边缘退出来 站在柳无邪身后 轰隆隆这个时候 大地开始颤抖 阴山居然在剧烈地晃动 仿佛某个神秘东西苏醒了 天空上的阴阳风暴 不断地聚集 形成一股股风雷之声 景象恐怖不已 两座山外中间空地上的那些植物 纷纷连根拔起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地震了吗 正要出手的十多人 面面相去 忘记了对柳无邪出手 先是阴山震动 接着是火山喷发 无尽的炎阳之气 冲入苍穹 刚才是阴阳均衡 随着火山的喷发 阳气达到鼎盛 阴山不甘示弱 分解出无边的死亡之气 咚咚咚阴山地下深处 传来咚咚声 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随即 大地开始军裂 无数裂痕 朝四周延伸 不好 阴阳谷要塌陷了 除了他们之外 进入阴阳谷的修饰不在少数 眼睁睁看着那些树木沉沦 沉入无边的黑暗当中 千年死士 出现千年死士了 不远处 传来一阵阵惊呼 他们遇到了千年死士 听到千年死士四个字 于林脸上流露出一丝凝重 千年死士极难对付 他们的肉身 坚硬无比 一般的刀剑 难以破开他们的防御 我们快走 趁着于林等人愣神的功夫 柳无邪带着他们两人 飞速逃离 眨眼间的功夫 拉开了彼此间的差距 快追 看到柳无邪逃走 于林很是恼怒 不仅未能杀死木月影 还死了一人 对他来说 这是奇耻大辱 可惜已经晚了一步 整个阴山都在晃动 大量的裂缝 阻拦了他们的脚步 地动山摇 阴阳谷还在不断的下沉 近来的那些修士 想要逃出去 唯一的办法 只有掠到空中 阴阳二期越来越强盛 形成的阴阳风暴 犹如巨大的墨盘 人类掠上去 瞬间被墨盘碾碎 化为雪雨洒下 我还不想死啊 阴阳谷之中 传来各种惨叫声 柳无邪带着两人 通过鬼同树 连续避开好几次险情 第682章炼化紫霞果 这段时间以来 阴阳谷很不平静 不断地喷射各种稀奇古怪的气体 才吸引大量的舞者前来 谁会想到 宝物还没得到 已经死去了很多人 一部分被死士杀死 一部分沉入地下 还有一部分贸然闯入火山 结果被岩浆烧死 整个阴阳谷 变成了人间炼狱 哭喊声 惨叫声 声声刺耳 震动的频率 越来越快 地下裂缝也在不断扩张 一座地下黑暗世界 出现在众人面前 阴山之下 以前到底是什么 柳无邪也不知道 但是他可以确定 这座阴山很不简单 因为下面囚禁了很多千年死士 连万年死士 他都看到好几个 这些死士一旦全部放出来 他们这些人类 全部都要死 没有人能逃出去 包括柳无邪在内 对付千年死士已经是极限 面对万年死士 柳无邪没有胜算 就算有 胜算也极低 终于找到一处相对较为安全的地方 三人终于停下来休息 柳无邪拿出几枚丹药 递到他们两人手里 也没客气 两人将丹药吞服下去 林童心里很清楚 能穿过意外里来营救他们 关系肯定很不一般 矫情的话 等伤势好了之后再说 眼前最要紧 先治疗伤势 免得拖柳无邪的后腿 孟月颖的伤势较轻 吞服丹药 打坐休息十多分钟 伤势好的差不多了 他主要是真气消耗殆尽 肉身才会传来酸痛 林童伤势严重 最快也需要各把时辰 才能恢复的七七八八 无邪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孟月颖修复之后 站起身子 走到柳无邪身边 小声问道 此事说来话长 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 两年了 中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天山论道之后 迅速赶往天明战场 静好自己来得及时 再多耽搁几分钟 就算他赶到 也只能替孟月颖两人收失了 谢谢你能敢来救我们 沐月颖由衷的感谢 今日没有柳无邪 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两人都要死在这里 他叫什么 柳无邪还不知道林童的名字 出言问道 林童 提及林童 沐月颖眼神中闪过一丝柔情 危机还未解除 虽然摆脱了于林的追杀 阴阳谷暂时被封住了 我们都逃不出去 柳无邪点了点头 从面向上来看 林童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此人身上气质与众不同 不像是普通散修 应该也是出自某个名门之后 经过这一个多月来的追杀 我们对生死早已看淡了 沐月颖说的是实情 连续追杀 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随时做好死亡的准备 能活到现在 已经是奇迹 就在柳无邪赶到前的一秒钟 沐月颖准备捏碎式警符了 当最后一次捏碎 意味着他彻底陷入死境 放心吧 我答应过宗主 一定要带你们离开天明战场 现在谈论生死 还为之上早 不到最后一刻 柳无邪绝对不会妥协 阴阳谷虽然沦陷 并不是成为彻头彻尾的死地 一定有办法逃出去的 沐月颖相信柳无邪 从世俗界的时候 他就相信 柳无邪绝非常人 短短两年 成长到如此高度 绝非常人能做到 地震持续了半个时辰 终于结束 阴山彻底裂开 出现一座巨大的地下世界 里面环境错综复杂 像是地下迷宫一般 还盘踞着许多罕见的棺材状的东西 让人毛骨悚然 火山也是如此 彻底炸开 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 沿江从里面奔涌而出 近来大量的舞者 超过一百多人 死于非命 大多死于死士之首 只有一小部分 沉入裂缝中被挤压至死 这地下到底是什么 为何让人感觉到心悸 沐月颖看着漆黑的大地 眉目之中 流露出一丝惊悚 柳无邪眉头紧皱 鬼童树竟然无法穿透 整个地下世界 迄今为止 阻止他鬼童树的物质极少 这才是让柳无邪担心的原因 一些胆大之人 进入茫茫地下 认为下面一定有宝物 反正也出不去 只能闯一闯 阴阳鼓省下去 又不能离开 虚空上的阴阳末盘 连化阴镜都无法撕开 半个时辰后 林同睁开双眼 身上的伤势 得到治疗 已经没有大碍 从地面上站起来 沐月颖连忙上前扶住他 我没事 林同示意自己没事 不用扶 还没有这么脆弱 感谢小兄弟救命之恩 林某默齿难忘 林同朝柳无邪走过来 还不知道柳无邪叫什么 连忙弯腰行李 林大哥客气了 柳无邪连忙上前扶住他 既然是沐月颖姐姐喜欢的人 柳无邪自然要给他足够的尊重 经过沐月颖介绍 算是正式认识 得知柳无邪从世俗界一步步上来 林同震惊不已 关于林同的信息 沐月颖也一并告知 原来林家几十年前 也是一流大家族 仅次于十大宗门的存在 因为异常变故 家族遭殃 只有极少人活了下来 这些年为了复兴家族 林同靠着自己努力 已经笼络一部分家族成员 准备重筑辉煌 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责任 柳无邪需要回到林云仙界 林同需要光复祖业 隐儿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林同突然看向沐月颖 目光中透着坚定 不用跟我商量 你想做什么 尽管放手去做 沐月颖此刻像是一个小女人一样 跟当年统领丹宝阁的大小姐 判若两人 我想把紫霞果送给柳公子 林同突然从储物戒指里面 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里面装着一枚紫色果子 正是因为这枚果子 才惹来杀身之祸 沐月颖没有阻拦 没有柳无邪 他们早已死在于林的手里 林同将紫霞果送到柳无邪面前 请他收下 这枚果子是你们所得 我岂能收下 柳无邪连连摆手 紫霞果虽好 柳无邪还没到贪磨他们身上宝物的程度 柳兄弟 你听我说 经过这大半年的历练 我已经触摸到化音镜门槛 离开这里 我就能突破 这枚紫霞果对我用处并不是很大 只有你吞服下去 才能物尽其用 将利益最大化 林同的建议 得到沐月颖的赞同 认为她做的没错 那我也不能要 柳无邪没收 虽然林同已经触摸到化音镜门槛 借助紫霞果 将事半功倍 可能连连续突破到化音镜二重 无邪 你听林大哥的 收下紫霞果 赶紧抓紧时间练画 我们三人你的实力最高 就算我们突破化音镜了 又能如何 直接被空间传送出去 只有你吞服 才能将利益最大化 沐月颖说的是实情 他们突破化音镜 则会被空间传送出去 只有一枚紫霞果 给谁吞服 林同肯定不会吞服 沐月颖也不会吞服 两人连死都要在一起 这个时候 谁也不愿意独自离开 如果能武装柳无邪 提升她的实力 三人活下来的概率 才会更大 他们两人卡在巅峰心和静很久了 加上历练这么多时间 连续追杀一个月 身体中的潜力 彻底压榨出来 只要离开这里 即可突破 紫霞果对他们来说 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对柳无邪来说 那帮助就太大了 可以借助紫霞果 顺利突破到星河五重镜 既升一个境界 柳无邪的实力 也会飞速飙升 对付于林等人 把握更大了 柳兄弟 收下巴 这绝不是单纯的感谢你 而是紫霞果只有用在你身上 才能保证我们三个能活着出去 林童不是那种矫情的人 强行把紫霞果塞到柳无邪手里 明确说明 这不是感谢柳无邪救命之恩 而是为了他们能活着离开 以柳无邪跟孟月影之间的友情 要是说答谢救命之恩 等于打柳无邪的脸一样 他既然前来营救 就没打算他们感激自己 好 那我收下 柳无邪沉吟了一下 认为他们说的没错 如今大敌当前 阴阳谷又沉入地下 无数死事冒出来 接下来他们要面临重重阻碍 想要活着出去 不是那么容易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修为 早日离开阴阳谷 你们替我护法 鬼童树看了一眼四周 没有什么危险 这才放心大胆的突破 拿出紫霞谷 一口吞服下去 犹如一团紫霞光泽 照射柳无邪四肢百骸 身体内部仿佛被点亮了一般 太荒世界疯狂地吸收 太荒吞天觉运转 虚空上的阴阳二气 不断地被吸入进来 形成阴阳灵液 融入太荒世界 开始的时候 吸收天明之气 太荒世界死气沉沉 柳无邪领悟阴阳之力后 太荒世界出现了两种变化 似乎有了黑夜跟白天 这个变化 让柳无邪很实吃惊 慕月影跟灵同脸色骤变 没想到柳无邪突破 造成如此恐怖的景象 周围的灵气 以肉眼可见的方式 飞速地靠近 犹如液体一般 流入柳无邪的身体 境界节节攀升 眨眼间的功夫 突破星河五重镜 拿出大量的上品零食 一股脑地丢入吞天神顶 数万低液体 导入太荒世界 换成其他人 丹田根本承载不住 这些仅仅是满足柳无邪突破而已 等突破之后 还需要更多的灵液 第683张星河五重 斩杀渡元等人 获得一批资源 他们都是终神周修士 身上附的流油 上品零食非常之多 足够柳无邪修炼一段时间 上品零食还在炸开 慕月影还有灵同已经麻木了 难怪柳无邪在星河四重就能诛杀星河九重 单凭他吸收的灵气 就是常人百倍之多 阴阳谷危机还未解除 柳无邪加速修炼 无数星河法则 从遥远的苍穹抵达下来 此地法则坚固程度是难于十几倍 突破后的好处更加明显 法则坚固 实力更加纯正 太荒世界中的星河法则 早已数之不尽 阴阳谷震荡虽然消失了 偶尔还会震荡一下 整个地下世界彻底裸露在众人面前 一幅幅灌溉 里面应该埋葬着大量的死士 这些人死后 一直埋葬在这里 阴山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地下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 柳无邪这边突破 终究还是引起不少人注意 纷纷朝这边聚集 以为是有宝物出事 有人来了 慕月影手持兵器 做出战斗姿态 绝不允许有人破坏柳无邪突破境界 林同手在柳无邪身边 做最后一道防御 邹搜搜三道人影飞速靠近 实力极高 轻衣色巅峰心合径 实力都不在慕月影之下 单凭他一个人 根本拦不住 紫霞果的气息 他们不是被于林杀死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 三人一出现 不出一丝错恶之色 这一个月来 于林追杀慕月影的事情 许多人早已知晓 大哥 趁着他还未彻底裂化紫霞果 将他杀了 喝光他的鲜血 紫霞果的能量 自然会转移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另外两名男子看向柳无邪 准备杀了他们 喝光柳无邪的鲜血 你们再往前一步 休怪我不客气了 慕月影长剑横在胸前 他们再赶往前一步 杀无赦 就凭你也想拦住我们三人 真是可笑 一对一的情况下 还真奈何不了慕月影 现在是一对三 慕月影胜算很低 林同又分不开身 以免有人暗中偷袭柳无邪 战斗瞬间打响 继续拖下去 柳无邪彻底练化之后 他们就算杀了柳无邪 也没有意义 慕月影心里憋着一口气 伤势修复之后 战斗力大增 面对三人夹击 一时半刻没有败相 但也不是长久之际 周围发生的一切 柳无邪看得一清二楚 却没有任何办法 太荒世界还在扩张 必须要稳定下来 才能自由活动 境界还在攀升 直奔心和五重后期而去 退三步 往右移一步 常见斜刺四十五度角 柳无邪声音突然在 慕月影耳边响起 一边突破 柳无邪还分出一缕神石 密切注意战场的变化 慕月影毫不迟疑 立即往后退三步 横移一步 长剑刺向四十五度角 奇妙的一幕出现了 三人的身体 正好出现在这个角度上 如果他们继续往前冲 必定被慕月影的长剑刺中 招式施展一半 只能强行变招 朝后退去 进两步 施展秋风落叶 这是天保宗一门剑法的招式 慕月影肯定知道 按照柳无邪的指示 慕月影再一次变招 奇妙的一幕再次出现 三人身体还未站稳 凌厉的剑气 直逼他们的胸口 这下子三人有些慌了 刚才战斗 他们三个压着慕月影打 突然怎么就变了 他们的招式漏洞 被慕月影轻易找到 而且还做出有效的反击 大哥 这两门很古怪 一招出现失误可能是巧合 连续两招逼着他们 毫无还手之力 这就很不正常了 灵童看了一眼柳无邪 眼眸深处流露出浓浓的震骸 他岂能看不出来 慕月影能击退三人 绝对是柳无邪暗中指点 就算是他 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反应 不仅破解招式 还顺利反击 巧合而已 布阵 被称作大哥的男子不死心 三人瞬间组建阵法 攻击力大大增加 想要攻破他们的阵法 不是那么容易 采坤位 退离位 进坎位 施展疾风三十六剑第四招跟第七招 随后施展四季剑法的秋刺绝柳无邪的声音 再一次在沐月影耳边响起 不诊之后 沐月影秀眉微醋 他确实没有办法破解这套阵法 得到柳无邪的指点 身体犹如一枚彩蝶 迅速动起来 天宝宗功法密集柳无邪虽然没有修炼 不代表他没有观看 藏书店的书籍基本都被他阅读遍了 搞出四种丹药 宗门又奖励一堆武功密集 柳无邪一直丢在储物戒指 都懒得修炼 吃吃吃三人的攻击全部落空 他们的长剑积在空气上 沐月影早就消失在原地 连续出剑 将疾风剑法还有四季剑法施展出来 阿阿阿一阵阵惨叫声从他们口中发出 每个人身上被刺中好几剑 鲜血淋漓 阵法当行程 还未攻击到对手 反倒是被目月影伤到 三人再也不淡定了 脸色越来越难看 见鬼了 只是伤到他们而已 并未将他们彻底斩杀 如果是柳无邪 早就一刀杀枝 这就是实力的差别 老子不信邪了 我就不信他能一直知道我们招式的变化 那名老大忍不住了 抱了粗口 继续布阵 这一次速度要比刚才快上一倍 沐月影招式频繁变化 短短几个呼吸时间 变招数百次 仗着她是天宝宗宗主的女儿 从小熟悉各种剑法招式 才能从容变招 柳无邪不断的指点 就算不能彻底杀死他们 拖延点时间足够了 庄方僵持在原地 谁也奈何不了谁 一对三 沐月影还占据上风 这是以前不敢想的事情 已经交债数百招了 依旧难分胜负 三人有些不耐烦 施展各种阴毒下流的招式 这让沐月影很是被动 就算柳无邪告诉她化解的招式 也很难将其破开 毕竟沐月影不是柳无邪 很多招式只是知道 却无法施展出来 林大哥 你去帮她吧 我没事了 柳无邪看了一眼灵童 让她帮助沐月影 她已经突破完成 这种蝼蚁不屑于出手 让他们两人杀死 可以锤炼他们的武技 林童看了一眼柳无邪 她的气息已经稳定了 这才点了点头 迅速加入战圈 二对三 情况瞬间扭转过来 林童常年游走生死边缘 论战斗技巧 还在沐月影之上 各种华丽的招式 从林童手中施展出来 刚才一直密切注意战场 三人的招数 基本被林童摸熟悉了 咔嚓 林童常见画出一道诡异的弧线 斩下一名男子的手臂 瞬间失去战斗力 找了一人 两人战役更加旺盛 沐月影不甘落后 施展自己绝杀一招 施 长剑划过脖子 鲜血喷射 只剩下一人还在苦苦支撑 面对两人左右夹击 连逃走的希望都被剥夺了 这是你们逼我的 剩下年龄最大的那名男子 无比的恼怒 从储物戒指里面掏出一枚奇怪的灵符 真气瞬间注入进去 灵符迎风暴涨 不好 这是煞守符 你们快退 柳无邪没想到他们手里有如此歹毒的灵符 一旦炸开 煞气进入他们的体内 永远跟随 一辈子都休想清理出去 这名男子抱着必死之心了 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他们一起垫背 不能杀了你们 让你们一辈子在痛苦当中度过 煞气入体 就跟心魔一样 如同复古之躯 跟随你一生 进入体内的煞气 钻入经脉之中 跟血液融为一体 只要施展真气 经脉就犹如刀割一般 那种滋味 可想而知 尽亏柳无邪发现的急时 沐月影还有灵符 迅速往后退 男子抱着同归于尽的打法 岂能让他们逃走 柳无邪相隔较远 想要出手营就已经来不及了 腹地锁只能困住他的身体 灵符已经暴涨 腹地锁又锁不住灵符 天龙印 给我碾压 毫不迟疑 柳无邪寄出天龙印 直接碾压下去 煞手符还未彻底形成 直接被天龙印给碾碎了 无边无忌的力量震压下来 剩下的最后一人 直接被压成了碎片 沐月影跟林同处于战圈位置 同样遭受天龙印碾压 身体骑骑到飞出去 震得口喷鲜血 脸色萎靡 柳无邪为了救他们 只能出此下策 周回天龙印 四周龙微消失 你们赶紧运工疗伤 伤势不是很严重 只是遭受波及而已 蒸汽运转几个周天就没事了 别的不多 柳无邪身上的疗伤丹药特别的多 参加天山论道的时候 毕宫宇怕他受伤 炼制了很多疗伤丹药 现在都派上了用场 得到丹药治疗 两人伤势很快压制下去 一斩茶之后伤势全部恢复 奇怪的是 他们经历天龙印碾压之后 气势更加浑厚了 尤其是灵童 气息开始朝化阴镜转换 沐月银也差不多 化阴知识越来越强 原本他们一直克制自己 不让自己突破化阴镜 此地环境极其恶劣 在这里突破 很有可能遭到毒手 加上积累的不够浑厚 一旦突破失败 前期的积累 全部复之东流 不到万无一失的程度 绝对不会轻易去处碰化阴镜 天龙印的碾压 压榨了他们体内所有潜力 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 再压下去 反而影响自己修炼 第684章突破化阴 丹田就跟一座水坝一样 当水满了 自然要溢出 秋围到了 境界就会突破 他们这些日子 一直在住高坝堤 让水暂时不要溢出来 现在情况变了 天龙印直接碾碎了他们的坝堤 面对天龙印的镇压 身体自动护住 调动强横的真气 抗衡天龙印 好处非常的明显 两人的真气 纯度提升一倍之多 失去了坝堤 真气必须要有一个宣泄口 再压制下去 肉身承受不住 唯一的办法 将水流引导到更大的湖泊当中去 突破化阴镜 只有化阴镜这座湖泊 才能承载他们的真气 我快要压制不住了 灵童苦笑一声 如果她顺利突破化阴镜 则要离开这里 回到南狱 她不想留下沐月影一人在这里 脸色都憋得通红 我也快压制不住了 沐月影同样是苦笑不已 你们一起突破化阴镜 从这里离开 先回到宗门去 柳无邪替他们拿了主意 让他们纷纷突破化阴镜 先活着离开再说 这里的空间法则排斥化阴镜 任何人突破 都会被排斥出去 外面的话阴镜 也无法进入此地 当年大战 已经毁坏了这里的空间法则 不行 我们走了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于心和忍 林童一口回绝 他们的命 还是柳无邪就得 现在他们突破境界 从这里离开 把柳无邪一人丢在天明战场 他做不到 沐月影点头 同意林童的说法 他们安全走了 柳无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绝对不能做逃兵 愚昧 柳无邪没有因为他们比自己大 就给他们面子 直接骂了一句 两人也不生气 知道柳无邪是好意 我的实力你们已经看到了 如果连我都没办法活着离开 你们留在这里 能帮我什么 柳无邪直接质问他们 他的实力 两人亲眼目睹 如果连他都死了 他们两人留下来 又有何用 只是白白送死 那也不行 林童脾气很倔 宁可留下来陪着柳无邪一起死 无邪 你别说了 我们不会离开的 沐月影跟着附和 强忍着突破的征兆 不行将修为封印 这是最坏的打算了 修为一旦封印 他们跟普通人无异 你们留在这里 只会爱手爱脚 赶紧突破 从这里滚出去 柳无邪不愿意跟他们废话 打出两道手印 进入他们的体内 突然间 幻音之势喷涌而出 柳无邪拿出一堆上品零食 捏碎之后 化为甘纯的零液 进入他们体内 由不得他们不答应 强行逼着他们突破境界 不论他们怎么挣扎 已经无法阻止突破的速度了 幻音之势越来越强 冲开了心和静束缚 事已至此 两人只能盘膝坐下来 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任由境界不断攀升 化音之势越来越强 冲破一重之后 直奔巅峰而去 柳无邪不断结出手印 帮他们梳理真气 还有游走的路线 突破持续了半个时辰时间 两人顺利突破化音一重巅峰 空间开始挤压 排挤他们两人 此地已经无法承受他们的法则了 无邪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眼泪从木月影眼角滑落 灵童双拳紧捏 他想留下来陪柳无邪一起战斗 可惜事已愿为 你们离开天明战场后 先返回天宝宗 告知宗主 不用为我担心 柳无邪脸上看不出什么波动 非常的平静 空间裂开一道缝隙 两人手牵着手 直接被缝隙吸走 顺着空间裂缝离开了天明战场 回到了南狱 纵走了他们两个 柳无邪目光朝四周看去 他想要离开 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了 一时半刻 肯定无法突破到话音镜 起码最近一年半载达不到 秋围到了后面 提升是越来越慢 几个跳跃 柳无邪离开这里 朝远处掠去 刚才看到好几波人影 朝那个方向赶去 应该是发现了什么东西 突破星河五重镜 速度更快 犹如流星一般 只能看到一道残影 蓝玉出口 沐天梨还未离开 他在等 手中的视景符最后一块 一直没有燃烧 心里很不踏实 空间突然传来一阵晃动 两道人影从里面传出来 直接滚落到地面上 沐天梨迅速上前 影儿 看到沐月影的那一刻 沐天梨连忙将他抱在怀里 父亲 沐月影哭得稀里哗啦 灵童默默地站在一旁 一言不发 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出来了 吴邪呢 沐天梨松开女儿 朝他们两个问道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沐天梨已经想开了 只要自己女儿喜欢就行 宅修也好 宗门天才弟子也罢 最重要还是看人品 他相信自己女儿的眼光 吴邪他沐月影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们是安全了 可是柳吴邪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仅要承受于林的追杀 还要面对大量的死事 突破化阴境之后 他们两人神石大涨 感知到地下隐藏大量的死事气息 出来后 才无比的难受 吴邪他到底怎么了 沐天梨声音有些大 经历天山论道之后 已经把柳吴邪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要是柳吴邪因为救他们两个死在天明战场 沐天梨一辈子都会内疚 吴邪还留在天明战场 沐月影停止哭泣 听到柳吴邪还没死 只是留在天明战场 沐天梨松了一口气 他相信柳吴邪的本事 天山论道如此恶劣的环境 他都顽强地活了下来 不仅朱砂邓勇 还诛杀白元娜等爵士高手 拿到天山论道第一人 这样的妖孽 一般不会轻易死亡 最为关键 柳吴邪得到一介之力的加持 整个南狱的气韵 都会加持到他的身上去 三人坐下来 沐月影将天明战场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得知自己女儿被忠神舟的修士追杀 沐天梨脸上露出紧张之色 林童把紫霞果赠送柳吴邪的举动 引来沐天梨大为赞赏 对林童的态度 也缓和了很多 起码林童不是那种狡诈之人 知道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事情 只有给柳吴邪恋话 才能将利益最大化 而不是自己独享紫霞果 父亲 您快想想办法 一定救吴邪出来 沐天梨抓住父亲的手臂 他既然能让吴邪来救他们 一定也有办法救吴邪出来 现在谁也救不了他 只有他自己才能救他自己 沐天梨目光看向天明战场 南南说道 就算派再多的人进去 都无济于事 正如柳吴邪自己所说 连他都无法活下来 你们留在这里 又有何用 意思是一样的 他都不能活着出来 沐天梨派再多的人进去 也是白白送死 那我们怎么办 一直这样单等吗 沐月影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们安全活着出来了 还顺利突破境界 所有的灾难 让柳吴邪一个人去承受 他不是说了吗 让你们出来之后 先回到天宝宗 我留在这里等他就可以 沐天梨让他们先回去 在天明战场待了这么久 早就心神疲惫 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我们不回去 要留在这里一起等他 沐月影不想回去 就算他回去 也不心安 不如留在这里 心里还舒服一些 尹儿 你先回去吧 我留在这里就行 林童让沐月影先回去 自己留下来 不行 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乌鞋走出来 沐月影的脾气 林童很清楚 他一旦决定的事情 谁也无法改变 沐天梨心里也很清楚 当年为了跟他赌气 四年没有回来 要不是自己派人去找他 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见自己 这个父亲 已经失去一次 沐天梨不想失去第二次 柳无邪飞行数万米 身体终于放缓下来 进入阴山最核心的区域 一座地下入口 柳无邪正在原地 没想到地下世界 还有完整的入口 到底这下面 隐藏着什么 怪物 还是绝地 谁也不知道 已经有人带头下去 想要一探究竟 留在上面 也找不到出路 不如下去闯一闯 尤其是那些处于突破 化阴镜边缘的修饰 他们更是胆大 一旦有危险 可以瞬间突破境界 跟灵同两人一样 从此的离开 安全这一块 倒不是很担心 这就苦了那些 星河七八重的修饰 他们无法突破化阴镜 只能自己寻找出口 逼着他们潜入地下 也许出口就在这下面 两种人 不同的选择 一种是安全保证的情况下 前往地下 一种人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前往地下 越来越多的人走下去 两座山外中间的鸿沟 早已变成一片废墟 还在不断地下沉 山风崩塌 阴山不见 火山消失 无边的死气 从地下世界涌出来 柳无邪皱着眉头 朝天空看了一眼 阴阳风暴越来越强 形成一座超级大漩涡 有人尝试飞上去 结果被漩涡彻底撕碎 连尸体都没留下 死的不能再死 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尝试 宁可潜入地下 也比留在上面安全 柳无邪来得叫晚 因为帮助他们两个突破境界 耽搁了一个多时辰 大多人已经下去了 剩余的还在犹豫当中 第685章神秘尸体 柳无邪没有选择的余地 留在上面 只能坐以待毙 既然地下还有一座世界 也许真的连接其他出口 从阴阳谷逃出去 神秘古术还在提醒他 此地有宝物 到底宝物从何而来 柳无邪不得而知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顺着裂开的缝隙 柳无邪沉入地下 此周并飞翔的那么黑暗 进入地下后 光线很微弱 能看到周围的一切 浓郁的死气 扑面而来 这些都是天明之气 要比外面浓郁数千倍 一般人进来 只能避上五关 阻止天明之气 进入身体 柳无邪则不同 既初吞天神鼎 不断地吞噬这些天明之气 化为青色液体 融入太荒世界 落地之后 除了天明之气外 地下世界很潮湿 地面上还有薄薄一层积水 打了一个哆嗦 温度越来越低 抽出邪刃 随时面对突发事件 顺着他们走过的通道 柳无邪小心前进 他应该是最后一批进来 其他人早就进入深处 鬼童树到了这里 起不到任何作用 石壁上仿佛涂抹了一种物质 阻止一切神识查看 不能勘探四周 接下来每走一步 都要小心翼翼 走了约莫十分钟左右 前面视线陡然开阔 出现一座巨大的地下空洞 怎么会这样 看着眼前的一幕 柳无邪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惊骇 空旷的地下世界 摆放树枝不尽的棺木 一些胆大之人 竟然抽出兵器 要撬开这些棺木 认为里面摆放大量的宝物 也有胆小之人 不敢靠得太近 以免遭受波及 如此之多的棺木 太诡异了 到底是谁布置在这里的 石器四野 幻画出一尊尊奇怪的影子 漂浮在空中 卡卡卡一座巨大的棺木 被人使劲地撬开 发出刺耳的卡卡声 在空旷的地下世界回荡 虽然无法寄出鬼同树 不妨碍柳无邪视线 棺杆打开 不少人凑到近前 想要一睹究竟 柳无邪相隔五十米左右 站在高处 正好可以看到下面发生的一切 尸体 叫开棺木的那些舞者 一脸疑惑之色 好奇怪的尸体 看起来栩栩余生 像是没死一样 中围聚集几十人 指指点点 棺木里面躺着一名年轻男子 看岁数不到三十 无样俊俏 脸上的肤色 跟正常人并无二致 这就很古怪了 天明战场多少年 没有发现人类了 近来的这些修饰只是过客 历练之后纷纷离开 摆放在这里的棺木 存放不知多少年了 除非是真玄老祖 肉身不服 这些尸体 显然达不到真玄境程度 那他们的尸体 又是怎么回事 为何一直不腐烂 不仅没有腐烂 看起来非常的新鲜 真贪凉的见鬼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 脚开棺木的是一名壮汉 实力不俗 心和九重镜 手里还提着一把大刀 宝物没找到 反而找到一具新鲜的尸体 站在一旁骂骂咧咧 老牛 你的头发怎么白了 站在壮汉身边的两名修士 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刚才撬开棺木的壮汉 他的头发竟然在飞速变白 这个发现 让周围的人纷纷朝后退去 一脸的毛骨悚然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柳无邪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敢置信 这地下世界 处处充满着诡异 连他都找不到原因 这就很不寻常了 叫老牛的壮汉 看不到自己的头发 瞬间拿刀切下来一块 果然发现自己的头发 全部变白了 奶奶的 真是晦气 赶紧把它盖上 老牛虽然胆大 碰到这种事情 还是心虚 尤其是头发变白之后 胆量已经不如刚才 联合了好几人 赶紧将棺木盖上 正要盖上的那一刻 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啊啊啊 他活了 这下子炸开了锅 连老牛也不管了 伙伴纷纷跑得一干二净 留下老牛一人站在原地 棺木中发生的一切 柳无邪看得一清二楚 他也看到了 躺在棺木中的男子 眼皮子确实动了一下 并没有他们说得那么玄乎 人真的活了 再也没有人敢靠近那些棺木 以免惹来什么杀身之祸 老牛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走啊 逃走的小伙伴 站在远处招呼 让老牛快走 别留在那里了 这里太邪乎 他们乃堂堂修饰 按理说 任何痴妹王俩都吓不到他们 但是这一刻 他们真的吓得双腿发软 没见过死了几千年的人类 还能动盘 老牛无动于衷 突然转过身子 淡淡的光线照在他的脸上 只见他的脸变成了墨绿色 非常的耸人 看一眼 让人浑身发冷 而且嘴角还挂着淡淡的邪笑 跟刚才的模样 判若两人 柳无邪眼眸一缩 从老牛身上看到一丝端倪 他已经死了 柳无邪暗暗说道 老牛的身体 早已不属于他自己了 拿起手中的大刀 放到自己的脖子上 一点点划开 鲜血泵射 染红了身后的棺木 跟他一起进入地下的伙伴 吓得不敢说话 老牛从小天不怕 地不怕 怎么会摊上这种事情 老牛 不要 一起的伙伴连忙阻止 却不敢上前 只能站在远处 面对伙伴的阻止 老牛无动于衷 手中把刀继续切割 血管爆裂的声音 在寂静的地下世界回荡 让人浑身发冷 一些胆小之人 吓得贪软地坐在地面上 一边切割自己的脖子 老牛还发出一阵阵 令人牙齿发酸的鬼笑声 声音仿佛能刺穿人的耳膜 就算你闭上五官 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直接刺入你的灵魂 切割还在继续 脖子已经血肉模糊 血管崩开 鲜血渐气三米多高 染红了周围好几座棺木 流淌到地面上的血液 仿佛进入某个特殊的时空 柳无血一直密切地住一四周 那些血液流淌到地下之后 好像被什么东西吸收了 像是一幅幅脉落土 难道这里是一个陷阱 柳无血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浓浓的担忧 如果真是一个陷阱 那不局之人 想得也太久远了 眨眼间的功夫 刚才还有数百名舞者 全部逃得一干二净 顺着几个通道 朝更深处掠去 只剩下柳无血自己 一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还未离开 事情要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这地下可以说是危机伴随着机遇 同样 机遇也伴随着危机 老牛神秘死亡 让每个人心头蒙山一层阴影 包括柳无血在内 接下来每走一步 都要格外的小心 难免会葬身此地 目光再一次看向棺木 这一看不要紧 怎么不见了 柳无血汗毛倒立 一股凉气从脚底冒出 整个人仿佛坠入冰窟之中 躺在棺木中的那具尸体 神秘消失了 取而代之 老牛躺在了里面 这一切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生 柳无血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消失的尸体 老牛的死亡 一个又一个疑问 充斥柳无血的心头 不敢再过多逗留 选择较近的一座通道 随后消失在原地 就在柳无血消失不久 四周响起一阵阵诡异的笑声 那具消失的尸体 突然从半空中掠下来 双脚离地 像是一枚额毛一般 没有一丝重量 脸上的表情争鸣可怖 身体非常僵硬 仿佛死了无数年 骨头已经无法自由活动 一枚没诡异的纹路 从他身上浮现出来 如果柳无血在这里 一定认识这些纹路 这是雪咒 一种消失很久的古老咒语 竟然在这地下世界出现了 一血为眉 用人类的鲜血刻画符咒 这种事情 就算是在凌云仙界 懂得的人都极少 居然在真武大陆出现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雪咒不断地蔓延 漂浮在空中的尸体 一点点干瘪 身躯中的雪咒 化为一个割印记 钻入那些棺木之中 卡卡卡那些棺木 跟着一起发出卡卡的响声 一个接着一个打开 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所有棺木中的尸体 全部漂浮起来 形成一个隔更大的雪咒 渗透到地下 数之不尽的死尸被唤醒 他们在地下世界沉睡太久了 这些雪咒 竟然能操控这些死尸 如果有人在这里 必定下得魂飞魄散 柳无邪钻入通道之后 变得更加小心 这里的环境 错综复杂 谁不知道通道能延伸到何处 越走温度越低 地下世界要比他想的还要宽阔 时而碰到巨大的空旷世界 时而走向狭窄的通道 如同行走在迷宫中一般 柳无邪迷路了 鬼童树无法施展 路上做了很多标记 发现他回去的时候 那些标记全部消失了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柳无邪前面传来一声声惨叫 三名修士快速朝他跑过来 正是跟老牛一伙的几名伙伴 挥舞着手中的兵器 不知道跟什么东西在交战 奇怪的是 除了他们三个之外 四周什么也没有 他们就这样胡乱的劈砍 开始的时候 三人攻击还算完整 很快相互厮杀 在彼此的眼中 对方像是十恶不赦的魔头 我让你追我 右侧的男子 一剑狠狠的砍在左侧的男子身体上 一边砍 还发出阵阵大笑声 中间那名男子 则是手持常见刺向右侧男子的心脏部位 嘴角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 第686章雪咒 刚才还是完好的三个人 眨眼间的功夫 三人倒在雪坡之中 伤势严重的两人 已经进气少 出气多 随时都能死去 另外一人伤势不是很严重 却也就不回来了 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你为什么要杀我 伤势最重的男子 神志一下子清醒过来 转过脑袋 询问自己最好的伙伴 为什么要杀他 说完 脑袋一歪 彻底气绝 杀他的男子 想要说话 却不知道从何解释 嗓子咕咚几句 同样跟着一起死亡 还剩下最后一人 躺在原地 大口地呼吸 鲜血顺着他的小腹不断地涌出 柳无邪快步上前 不敢靠得太近 输入一缕真气 进入他的体内 拖延他死去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柳无邪快速问道 想要搞清楚原因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变成这个样子 恶魔 这里有好多好多的恶魔 他们能钻入你的脑袋里面 控制你的灵智 男子终究还是伤势太重了 说完之后 眼睛彻底闭上 柳无邪站起来 眸中流露出一丝震撼 卧魔 能操控人的神智 柳无邪从未听过 还有这种生物 难道他们进入某个幻阵当中了 看到的都是幻象 只能这样说服自己 不然柳无邪想不通 什么东西能操控人的灵智 许多妖族 他们修炼妖术 的确能操控人类的躯体 却做不到如此诡异 让人类相互残杀 他们最多逼着人类 做一些不情愿的事情罢了 让他们自相残杀 绝对做不到 一些意志力强大之辈 妖术对他们起不到任何作用 从三人尸体上 查不到任何线索 柳无邪只好作罢 继续往前走 四周静悄悄的 只有他的脚步声 在地下世界回荡 一些意志力不够坚定 心性胆小之人 恐怕早就吓得尿了裤子 沉石突然移动 邪刃猛然切下 前面出现一道影子 瞬间倒下 柳无邪快步上前 黑影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出刀了 芝芝靠近一看 竟然是一只脸盆大小的老鼠 柳无邪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鼠类 被刀器切开 身体不断地抽搐 很快死去 鬼铜树无法施展 只能寄出神石 感知方圆数百米的距离 这里的东西 好像都变异了 有种无形的磁场在影响周围的一切 柳无邪暗暗说道 应该是某种神秘能量 操控人类的大脑 让他们进入一种奇怪的景象当中去 自己的所作所为 完全不知晓 修修修 从旁边一个通道 传来修修声 像是有东西朝柳无邪飞速奔来 杰刃猛然斩下 将枪枪 一阵阵火光四溅 两头死士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骨骼犹如金刚 斜刃劈砍下去 居然毫发无伤 千年死士 同时出现两头死士 柳无邪骇然大惊 外面的时候 祭出灵魂之矛 才斩杀一头千年死士 同时出现两头 这可不是好征兆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肯定也遇到相同的事情 遭到死士的追杀 没有贸然施展灵魂之矛 利用寒冰道法 将两尊千年死士 冰封在原地 无法动弹 不论他们怎么挣扎 都无法破开寒冰之气 领悟阴阳二气 柳无邪对寒冰之气领悟更深 寒冰道法攻击力 虽不如纪灭拳 却在一字斩之上 这就是武技跟道法之间的区别 两尊千年死士张牙舞爪 脑袋做出各种古怪的动作 甚至能看到他们的嘴角在笑 柳无邪心里一领 虽然这些千年死士脸上没有肉 也能通过他们的牙齿变化 复原他们脸上的笑容 跟老牛死前的笑容一模一样 这些千年死士 难道也被控制住了 这不仅仅是幻象那么简单了 此事可不是活物 幻象对他们起不到任何作用 灵魂之毛一点点刺入他们的头盖骨下面 查看死亡晶体的情况 进入之后 并未寄出天道圣光 这是什么 柳无邪眼眸深处闪过一丝震惊 千年死士头盖骨里面的死亡晶体上 出现一道道血色纹路 跟柳无邪在破败大城中遇到的千年死士完全不同 那头死士的头盖骨里面的死亡晶体 没有这种血色纹路 难道是这些血色纹路控制了这些千年死士 柳无邪有些头绪了 如果真是这样 跟老牛一伙的那三名修士 他们的魂海当中一定也出现这种血色纹路 当时他没有注意 也没有搜刮他们的魂海 血色纹路被柳无邪探印下来 祭出天道圣光 两头千年死士发出痛苦的叫声 一点点死去 柳无邪站在原地 神石进入魂海 将探印下来的血色纹路复原 出现的那一刻 天道神书猛的颤动一下 一道血色纹路 烙印在天道神书上 显得猙獰可步 像是一道刀疤 天道神书记录诸天法则 任何序列 都在他记录之内 角色纹路一点点演化 天道神书开始推演 不到一分钟时间 一枚完整的血咒 漂浮在柳无邪面前 看到血咒的那一刻 柳无邪事迹紧张 又松了一口气 紧张 因为血咒是一种十分歹毒的东西 连他都找不到破解之法 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找到了具体原因 接下来就好办了 只要找到破解血咒之法 自然无惧这里的一切 关键是他找不到破解血咒之法 推演了好几遍 一点头绪都没有 天道神书成立以来 柳无邪还是第一次碰到 竟然有解不开的东西 应该是我的境界太低了 收集的天地序列不够多 推演不出来血咒的破绽 很快找到原因 归根结底 还是柳无邪境界太低 直白一点说 把天道神书比作一本超级字典 而这本字典里面 并未收录关于血咒的东西 自然无法找到答案 柳无邪身为先帝的时候 也没遇到过血咒 所以他的字典里面 除了知道血咒这个名字外 多一点线索都没有 陈石从魂海中退出来 血咒的印记 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血咒 是一门古老的诅咒 可以诅咒一百世 生生世世 遭到血咒的侵蚀 转世轮回一百世之后 血咒才能解除 柳无邪眉头紧锁 这是他对血咒所有的了解 这只是血咒的冰山一角 远不及这些 出现在此地的血咒 绝对不是诅咒某个人 而是在唤醒某个东西 或者说这里潜伏一尊恐怖的生物 借助血咒来完成复活 短短几个呼吸时间 柳无邪做出一系列的推断 具体是哪一种 柳无邪也不知道 既然是唤醒某个东西 一定有祭坛 只要找到祭坛 就能解开所有的谜底 布置在地下的那些棺木 应该都是血影 随着柳无邪不断的推断 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破掉此地的祭坛 才能顺利从这里逃出去 用这么多活人做血影 是何等的恐怖 柳无邪初步数了一下 摆放在那座空旷地下世界的棺木 少说也有数万个 这些人是活着的时候 被放在棺木之中 利用血咒封印 难怪他们看起来 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死 他们的肉身被血咒封印 魂海还完好无损 同样被血咒控制 老牛因为撬开了棺木 触碰了棺木中的血咒 他的灵制才会被血咒操控 自己割开喉咙 唤醒棺木里面血影 从而彻底激发了这里的一切 就算老牛没有开启棺木 其他地方一定还有类似的棺木 这种血影绝非一处 坍塌的地面 很多棺木早就被巨石砸开 雪咒已经开启了 老牛只是一个倒霉鬼而已 接下来的任务 找到祭坛将之毁灭 以他一人之力 很难做到 看来要联合一些人才可以 能布置雪咒 绝非泛泛之辈 起码超过真玄境 加快了脚步 以免事情朝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柳无邪身体犹如一道流星 直奔更深处 路上碰到的死事越来越多 他们在阻止人类进入 穿缩了数千米 前面出现一座地下宫殿 柳无邪碰到了其他人类 他们丝毫感知不到危险 还在寻找着宝物 宫殿是黑白两色 除了黑就是白 显得阴森恐怖 谁会用这两种颜色涂满那些主子 仿佛进入九幽地狱 这里不是人界 而是通往地狱的通道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柳无邪脑海之中形成 他们此刻不是朝外面走去 而是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从未接触的世界 绝咒人类知道的人极少 更别提有人懂得刻画 目光横扫一圈 这座宫殿很简陋 连座屋子都没有 一览无余可以看到周围的一切 余少 我们找了半天了 什么东西也没找到 柳无邪听到熟悉的声音 于林竟然也在这里 大多数修士 从其他通道 进入此地 足足超过三百人聚集在这里 大多散落在四周 柳无邪还看到季秋夫妇也在 他们竟然也进来了 身体一晃 出现在季秋夫妇身后 轻轻拍了拍季秋的肩膀 后者吓了一跳 柳兄弟 你怎么在这里 看到柳无邪 季秋一愣 很快流露出一丝喜意 这一路上 他们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险些死在这里 第687章阴阳殿 看到柳无邪 季秋脸上露出一丝狂喜 他还以为柳无邪死在阴阳谷了 久别重逢 季秋夫妇二人 非常的高兴 柳兄弟 能再次看到你真好 季秋郑重地说道 他说的是实话 季兄 你们怎么也进来了 他们两人不过星河八重进 能走这么远 还真是运气逆天 这一路上 柳无邪看到好多星河九重 都死了不少 运气而已 倒是柳兄弟 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季秋小声说道 于林就在不远处 以免被他听到 找到了 柳无邪点了点头 没有戏说 周围还潜伏着危险 三人退到一处角落的地方 没有人注意这边 柳兄弟 这里很诡异啊 我看到好多人莫名其妙地死去 季秋眉头紧皱 这一路上碰到的种种事情 让他很是害怕 别说他 开始的时候 柳无邪心里都发毛 他又不是神 对未知的事情 也会感到一丝惧怕 这是人之常情 季兄 你相信我吗 柳无邪突然郑重地问道 相信 季秋毫不迟疑地说出来 柳无邪连续两次救了他们夫妇性命 怎么可能不信 这里隐藏一个天大的阴谋 我们近来 可能都要死在这里 想要活着离开 只有一个办法 柳无邪眼谋深处 流露出一丝凝重 不像是威严耸听 柳兄弟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需要我做什么 你尽管吩咐 季秋知道柳无邪的手段 出言问道 论见识 季秋自认不如柳无邪 近来这么久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要是相信我 按照我说的去做 多联合一些人 只有大家团结一心 才能离开这里 柳无邪不方便出面 让他们出面效果也许能好些 多拉拢一些人 要联合其他人 总要有说服力吧 季秋说的是实情 单评口说 估计没有几个人听他们的 我怀疑这里是人为不止的 主要是唤醒某个东西 正好到了年限 阴阳骨才会喷发出奇怪的气体 引发大量的人类前来 柳无邪没说雪咒的事情 毕竟雪咒太过匪夷所思 就算说出来 估计也没几个人知道 就算他们知道了 也会不屑一顾 雪咒只限于传说 毕竟没有人亲眼所见 这些都是柳无邪的猜测 当年布置的人 早就计算好了一切 特意杀死那么多人 埋藏在地下 形成一座阴山 孤阴不生 几千年过去 火山形成 才有了阴阳骨 不止几千年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想要联合众人 只有于灵能做到 在场大多人都听他的 我尽力而为吧 季秋说的是实情 想要靠他们三个人 联合在场这些修饰 非常的难 既然是柳无邪安排 季秋当然不会推辞 尽一切可能 拉拢更多的人 在危机面前 人类应该团结一致才对 并弃一切恩怨 想法是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季秋刚找到第一个人 险些被一巴掌扇飞 滚开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小小的星河八重 也想跟我们联合 在场三百多人 已经自动分成好多阵营 难遇的人极少 大多都是北城跟踪神州的修士 找到第一个人 季秋就吃了闭门羹 险些还送掉了性命 也不气馁 继续找下一个 结果都是一样 遭到一阵逼势 让他赶紧滚开 柳无邪已经料到这样的结局 只能摇了摇头 走了半天 一个人都没说服 季秋搭拉着脑袋走回来 柳兄弟 让你失望了 季秋一脸的自责之色 没关系 不论成功与失败 毕竟他们试过了 至于结果是什么 并不重要 季秋的举动 引来于林等人的注意 朝这边看过来 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于林眼眸一缩 流露出浓郁的杀气 刚才让季秋出现 柳无邪主要不想现身 跟于林打照面 进入这里 已经无法躲避了 迟早都要面对 四周是光秃秃的主子 发现是迟早的事情 小子 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你 于林带着十几名年轻高手 迅速逼近柳无邪 一日前 他的一名同伴 被柳无邪一刀杀死 这笔仇他可是一直记在心里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 于林 我现在不想跟你交战 想要活着离开 大家应该联合在一起 出去之后 我们再分出生死 柳无邪希望于林能中大局 个人恩怨 先暂且放在一旁 于兄 我认为柳兄弟说的没错 危机还未解除 我们应该联合一起才对 季秋连芒附和 认为柳无邪说的有道理 你算个什么东西 给我滚开 于林一挥手 季秋直接朝后退去 承受不住他一服之力 这个于林很不一般 池里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柳无邪甚至怀疑 他封印了自己的境界 其实他早已突破话音镜 通过某种神秘手段 蒙蔽了天机 才顺利进入天明战场 当众被人羞辱是什么东西 季秋气得脸色铁青 却没有任何办法 谁让自己实力不如人 饺子 你杀我兄弟 今日你必须要死 从于林身后 走出来两名男子 当日被柳无邪斩杀的青年 跟他们的关系 非同一般 打算杀了柳无邪 替死去的兄弟报仇 周围其他舞者 没有一人阻止 反而笑呵呵的看着他们争斗 眼前的一幕 让柳无邪感觉到悲哀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你们确定要动手 柳无邪谋光闪过一丝灵力之色 事已至此 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唯有战 战斗既然在所难免 那就面对便是 昨日被你偷袭 才杀死我兄弟 今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把柳无邪一刀斩杀 星河九重归咎于运气 倒也没错 昨日被杀死的那名青年 确实大意了 不然也不会如此轻松 被柳无邪一刀斩杀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卡卡声 仿佛某个东西裂开了 三百多道目光 齐刷刷潮声音来源看去 那边一座门户好像裂开了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一座黑白两色的门户 一点点裂开 一股不知名的黑白两色气体 从门户里面溢出 又是阴阳二气 白气为阳 黑气为阴 跟这里大殿的模样 完全一致 与林郑要对柳无邪出手 那边突然冒出的情况 让他暂且放下了两人之间恩怨 好恐怖的死亡之气 两种气体 阳气对人类来说 威胁不是很大 而这阴气 让人浑身很不舒服 那种感觉 就像是无数银针 扎入他的体内 大家退后 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先退远一点 随着裂缝不断变大 一枚枚枯白的手指头 从里面伸出来 此事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这些都是死事的手指头 森白无比 还未出现 恐怖的天明之气 涌向整个地下宫殿 配合主子上的那些黑白图案 更是显得阴森恐怖 整个黑白宫殿 仿佛活过来一般 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这些笑声不知道从何而来 每个人心头 蒙上一层阴影 季秋跟柳无邪站在一起 明显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发抖 他的妻子 牢牢地抓住他的手臂 脸色一片惨白 只有那些心性强大之辈 脸上看不出什么波动 大多数人 脸色都很不好看 一群死事而已 看把你们吓得 那些胆大之人 发出嘲讽声 认为他们太胆小了 在外面的时候 又不是没有碰到过死事 有什么可怕的 至于这些鬼笑声 应该是某种阵法 激发之后产生的气流 柳无邪同意他后面的说法 前面的说法不赞同 鬼笑声的确是通过阵法发出 但是死事 要比他们想的还要恐怖万分 咔嚓 那座阴阳门户彻底炸开 一尊三丈多高的千年死事 立马当先 突然冲向人群 隔着门户 大家看不到后面情况 以为只是一些普通的死事 千年死事的出现 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战的最近的一名武者 还没来得及反应 直接被死事抓碎了身体 怎么会是千年死事 人群传来阵阵惊呼声 每个人手持兵器 准备战斗 大家不要慌 千年死事也有弱点 打碎他们的头盖骨 就能死亡 天明战场存在无数年了 大家早就知道天明死事的弱点 柳无邪是通过鬼同树发现 他们这些修士 是从一些先辈口中得知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虽然千年死事有弱点 想要破开他的头盖骨 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人类很难晋身 就算晋身了 头盖骨坚硬无比 一般刀剑难伤分毫 柳无邪没有着急出手 他不过心和五重镜 估计也没有人相信 他能击杀千年死事 只有记秋心里最清楚 这种千年死事 绝对不是柳无邪的对手 那边有个出口 我们准备退出去 柳无邪目光一直注意四周 发现黑白色大殿之中 还有一个出口 非常的狭窄 因为这座阴阳门户打开 那座门户才显露出来 两者之间 好像存在某种联系 这些千年死事 应该是被关押在阴阳门户后面 是他们的到来 破坏了这里的环境 阴阳门才被死事打开 从里面逃了出来 第688章12巫神 这些都是柳无邪猜测 具体是不是这样 还有戴考证 谁有那么大的本事 封印这么多死事 困在这里数千年 此事目的很简单 杀光进来的人类 以免破坏这里的大忌 仅此而已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几人同样发现了 这座门户 正在悄悄地靠近 此事已经出手了 靠得近的那些修士 没有后退的余地 接着 还有更多的死事 从阴阳门户后面走出来 越来越多 一头死事 足够恐怖了 突然冒出几十尊千年死事 连于灵脸上 都流露出一丝凝重 事情要比他们想的还要严重得多 这么多死事 全部杀死不可能 只能暂避锋芒 枪枪一阵阵火光四溅 这些兵器斩在千年死事上 没留下一丝伤痕 那些实力较弱之人 他们手里的兵器 直接被千年死事给震碎 大家快退 这些千年死事实力太强大了 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纷纷朝那座门户逃去 门户并不大 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 在场有三百多人 横穿过去 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千年死事已经逼近 产生了踩踏现象 饺子 滚开 给我们腾出位置 柳无邪三人正要进入通道 却被好几人拦了下来 让他们先过去 为了逃命 每个人豁出去了 单凭这些人 根本无法阻拦柳无邪的脚步 常见砍向他们三个 柳无邪不退 季秋夫复二人就会被杀死 无奈之下 柳无邪选择后退一步 将出口让出来 腾出来的出口 先行冲过来的十几人 迅速逃离进去 柳无邪已经退到远处 再想挤进去很难 柳兄弟 都怪我们 要不是我们拖累你 也不会被他们赶出来 季秋一脸自责 他们实力太低 拖累了柳无邪 既然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自然不能独自逃生 关键时刻 柳无邪没有抛弃季秋 让他们夫妇二人很是感动 三人形成一个团体 柳无邪自然要照顾他们的安全 一个接着一个逃走 雨林实力极强 逃到出口的时候 退一看了一眼柳无邪 犹豫了一下 是现在离开 还是留下来斩杀柳无邪 饺子 算你命好 死在千年死士手里 雨林说完 消失在原地 落入他的手里 一定让柳无邪生不如死 那些逃得较慢的修饰 接二连三被千年死士抓死 短短几个呼吸时间 超过五十人被斩杀 死亡速度之快 令人扎舌 这些都是新合进高手 承受不住千年死士一击 千年死士越来越多 几乎填满了整个阴阳殿 柳无邪三人挪动的空间 不断被压缩 超过二百多人逃出去 剩下那些 还在跟千年死士苦苦交战 此王还在继续 一头强大的死士 飞扑过来 双手抓向柳无邪三人 即邱正要出手 柳无邪先行一步 截刃猛然斩下 空巨大的千年死士 直接被先飞出去 砸向身后那些死士 正在交战的几十人 纷纷朝这边看过来 脸色骤变 他们跟千年死士 战成平手 柳无邪道好 一刀先飞一尊千年死士 进去 击退千年死士后 柳无邪让他们两人 赶紧进入通道 他能抵挡一阵 却不能一直抵挡下去 此事太多了 超过数百头 柳无邪的魂力 不足以支撑击杀这么多头 灵魂之矛最多能施展五次 继续施展的话 魂力就会消耗殆尽 季秋夫妇不敢怠慢 迅速钻入通道 柳无邪一人还在外面 看了一眼四周 剩下几十人 彻底被千年死士包围 很难脱身了 救我 救我 被困的那些修士 向柳无邪求救 出手救他们出去 柳无邪无动于衷 刚才季秋要联合他们的时候 一个个指高气扬 欲要出手斩杀季秋 不是柳无邪无情 是这群人心常态歹毒 救了他们 很快会掉转枪头来对付柳无邪 挖掘他身体里面的秘密 毅然决然地走进通道 柳无邪还布置了正旗 阻止这些人进来 利用他们牵制千年死士 拖延一段时间 该死 真是该死啊 一名男子好不容易撕开一道缝隙 逃往出口 结果被阵法阻拦在外 眼睁睁看着千年死士扑向他 只能继续投入到战斗之中 场面激起血腥 刚才还是二十多人 眨眼间的功夫 只剩下几人还在交战 他们的真气接近枯竭 最多能坚持几个呼吸时间 随着一头万年死士出现 剩余的几人 彻底放弃了抵抗 柳无邪三人逃入通道之后 两侧的石壁很是诡异 左边是白色 右边是黑色 两种颜色交替在一起 于林等人先行一步 早就消失了 三人不敢走得太快 以免前面有人埋伏 柳兄弟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季秋没了主意 刚才如果不是柳无邪 他们已经死了 继续走 找到祭坛的位置 如果鬼铜树能施展 柳无邪早就找到祭坛具体的位置 这些黑白色的墙面 阻隔了他的鬼铜树 无法看到周围的一切 只能通过神石 勉强看到周围几百米 前面好像开阔了很多 季秋走在前面 唐红走在中间 柳无邪断后 一丝丝光线 从通道那头照射进来 嘶嘶嘶远处传来嘶嘶声 像是毒蛇吐信 脚心 柳无邪连忙喊了一声 从远处钻出来一条青色小蛇 扑向季秋 尽窥柳无邪提醒及时 季秋长剑迅速挥出 咔擦 绿色小蛇在空中炸开 化为一团碧绿的液体 闭上五关 柳无邪再次提醒 散发的液体 化为雾气 漂浮在空气之中 扎死绿色小蛇之后 季秋一脸的心有余悸 这是什么蛇类 为何从来没有见过 季秋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绿色小蛇 身体没有一丝鳞片 非常的柔软 长短只有筷子左右 居然会飞行 而且速度奇快 柳无邪看着没有被震碎的蛇头 陷入了沉思 季秋不认识 不代表柳无邪不知道 这叫双耳蛇 剧毒无比 就算是巅峰化 因尽吸入一口毒气 也必死无疑 看着双耳蛇 柳无邪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凝重 柳兄 什么叫双耳蛇 季秋凑过来 皱着眉头问道 一时半刻说不清楚 希望我的猜测是错的 柳无邪没有解释 希望不是他想的那样 季秋也没多问 打起十二分精神 不敢沾染双耳舌头 吞天神鼎如果不能化解毒素 会非常的麻烦 那边有具尸体 唐红往前走了几步 发现前面躺着好几具尸体 两人迅速上前 查看地面上的尸体 不要碰 季秋正要触碰两具尸体 检查他们的死因 却被柳无邪阻止 吓得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他们中毒而死 连他们的衣服上 都是毒气 柳无邪站在两具尸体面前 拿出一把没用的长剑 挑了一下他们的衣服 触碰的那一刻 燃烧起一丝绿色雾气 冒然去触碰尸体 猝不及防下 毒气就会钻入他们的体内 他们都是被刚才的绿色小蛇咬死的 季秋围着尸体转了一圈 发现他们的脖子处 有一个小小的伤口 好毒的双耳舌 他们两人好像没有一点挣扎 咬钟之后直接死亡 通过两人躺在地面上的姿势 做出推断 他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很可怕了 这两人记秋记得很清楚 他们可是巅峰心合静 接下来这段路 可能很不好走 柳无邪深吸一口气 气氛有些沉重 连柳无邪都无法面对的事情 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 柳兄 我记得你刚才提及过祭坛 难道有人要复活这里的某个东西吗 季秋通过跟柳无邪的谈话 抓到一些线索 嗯 之前不确定 看到双耳舌之后 柳无邪可以肯定之前的猜测 复活什么东西 季秋继续问道 你们听过十二巫神吗 三人放慢了速度 柳无邪一边走一边跟他们说 季秋跟唐宏纷纷摇头 从未听过十二巫神 远古时期 天地初开 盘古开辟天地才有了如今的宇宙 当时还是鸿蒙状态 天地一片朦胧 柳无邪沉吟了一下 徐徐说道 这个我知道 小时候我爷爷经常跟我讲 是盘古大仙创造了天地 唐宏很快接话 民间流传很多版本 大多都是盘古手持巨斧 开天辟地 有些版本形容盘古开天辟地后 身体化为大地 骨骼化为巨山 血液化为湖泊具体是什么 无从考证 天地初开的时候 宇宙一片虚无 没有任何物质 而这个时候 天地诞生了十二巫神 他们掌管各种元素 柳无邪继续说道 最初的天地 没有武行 没有风 没有雷电 只是一片黑白色的世界 跟这里的环境非常的相似 后来诞生了十二巫神 才有如今这绚丽多彩的世界 季秋夫夫两人 一脸震撼 这些信息 柳无邪是从何处得知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会惊动天下 柳无邪也不怕他们说出去 十二巫神很多古老的书籍当中 都有记载 只是他们没找到而已 柳兄 你的意思 盘古大仙开辟了天地 而十二巫神创造了天地 季秋终于明白了一些 第689章找到祭坛 柳无邪说的这些 季秋还是第一次听说 没错 天地诞生之初 一片混沌 没有日月 没有阴阳 没有武行 没有风与雷电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这一切都是十二巫神所创造 柳无邪点了点头 这些信息 他也是从古老的书籍当中得来 真武大陆很难找到 就算有 只是一些知言骗子 分别都是哪十二巫神 季秋的好奇心彻底被激发 想要知道 十二巫神到底都创造了什么 唐红也是一脸期待 对四周的警惕心都放松了不少 十二巫神排在第一则市地江 如黄囊 赤如丹火 六足四溢 混沌无面目 空间速度之祖乌 柳无邪徐徐到来 这些信息 是真是假 其实柳无邪也不知道 毕竟建国十二巫神的人 早已绝迹 传言天地中还有十二巫神的后裔 生活在某座时空之中 想尽一切办法 复活他们的祖先 季秋不敢打断 不敢错过一个字 静静的听下去 公芒 青若翠竹 鸟身人面 足成两龙 东方木之祖乌 祝龙 兽头人身 身披红铃 耳穿火蛇 脚踏火龙 南方火之祖乌 入收 人面虎身 身披金铃 甲生双翼 左耳穿舍 足成两龙 西方金之祖乌 贡公 芒头人身 身披黑铃 脚踏黑龙 手缠青蟒 北方水之祖乌 全民 乃亦争名巨兽 全身身有骨刺 与兵之祖乌 后土 人身蛇尾 背后七手 胸前双手 双手握藤蛇 中央土之祖乌 强凉 嘴里咸蛇 手中握蛇 骨头人身 刺提足 长手肘 雷之祖乌 朱九阴 人手龙身 全身赤红 时间之祖乌 天吾 八手人面 骨身十尾 风之祖乌 七姿 人面鸟身 耳挂青蛇 手拿红蛇 殿之祖乌 这笔诗 人面兽身 双耳四犬 耳挂青蛇 独之祖乌 柳无邪每说一个名字 继秋夫妇都震撼不已 这些名字 他们从未听过 灾人集体陷入沉思 柳无邪也是如此 如果真是十二乌神 那事情要比他们想得严重得多 他们才是开天辟地的大神 绝对凌驾于先帝之上 通过这几年的修炼 柳无邪发现 先帝未必是修士的终点 撞造太荒吞天绝的人 必定超越了先帝存在 柳兄 刚才杀死的双耳蛇 跟你描述的蛇笔诗似乎很像 季秋沉思了一分钟 突然睁开双眼 闪过一丝震撼 摄比诗 人面瘦身 双耳似犬 耳挂青蛇 毒之祖乌 不正是如此吗 双耳挂着毒蛇 这也是双耳蛇的来历 点了点头 算是回答季秋的问话 十二乌神之中 摄比诗虽然排在最末 以毒著称 论整体实力 其他乌神未必能赶得上他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十二乌神之中 缺了点神吗 柳无邪朝他们两人问道 既然柳无邪这么说 肯定有道理 两人将十二乌神 继续回忆了一遍 金木水火土 风雨雷电毒 时间加空间 代表十二乌神 即秋南南自语 是觉得缺点了神吗 阴阳两种之力 唐红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十二乌神几乎包含了天地法则 却没有阴和阳 这就太奇怪了 阴阳既代表了生死 也代表了光明与黑暗 正义与邪恶 死亡与重生 十二乌神缔造了天地 却没有领悟阴阳之力 只有领悟了天地阴阳 才能扭转生死 阴阳谷不会是奢比师留下的疤 目的是借助阴阳之力 来完成自己的复活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寂秋脑海之中形成 只有掌握阴阳 才能操控生死 自古以来 领悟阴阳之力的人 少之又少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领悟金木水火土 风雨雷电毒 时间跟空间的人 非常之多 这些元素 都传承自十二乌神 严格来说 人类的血脉之中 就有一丝乌足血脉 经过一番分析 似乎有些眉目了 阴阳谷 千年死世 双耳蛇 这一切的迹象表明 奢比师的嫌疑最大 按照柳乌邪的推算 既然是乌足布置 按理说此地应该乌气横行才对 可能它们还未进入真正的核心地带 此地只是边缘而已 季秋夫妇同时到西一口凉气 这些秘心 就算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这里竟然跟乌足扯上关系了 十二乌神死去无数年了 天明战场不过存在几千年 我怀疑是十二乌神后裔布置的 目的是复活远古十二乌神 柳乌邪摇了摇头 如果真是奢比师布置 他们这些人早就死了 不可能走到现在 柳兄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季秋没了主意 不知道该干什么 他们今天才知道乌足的存在 大脑一片空白 别说做什么 他们现在站在这里 都有些手足无措 还是那句话 找到祭坛 只有找到祭坛 一切谜底就能解开 他们才能从这里活着逃出去 柳乌邪同样没有跟乌足打过交道 心里也没底 这两年多来 发生了很多事情 连他都是第一次遇到 比如灵族 神族 现在又冒出来乌足 关于神族 柳乌邪从一些先辈口中得知一些片面信息 神族出 天地劫 三人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以免遭到双耳蛇袭击 蛇 好多的蛇 前面传来惨叫声 只听到他们不断地喊蛇 好多的蛇 视线陡然开阔 前面出现一座巨大的石屋 出口很小 那些双耳蛇 顺着石屋上的缝隙钻出来 跳到这些人的身体上 不论是被咬中 还是吸入毒气 瞬间死亡 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眨眼间的功夫 二十多名修士 全部死亡 那些双耳蛇还不尽兴 顺着石门 朝有无邪这边游过来 最可怕这些双耳蛇 居然懂得飞行 让人防不胜防 朝那边走 柳无邪目光看了一眼四周 立即偏离轨道 朝另外一个通道掠去 不敢再踏入石屋 里面还有大量的双耳蛇钻出来 三人速度极快 不敢有一丝耽搁 这么多高手 说死就死了 没想到这次阴阳谷之行 会是这样的结局 啾啾啾身后 双耳蛇发出破空声 速度奇快 斩柳无邪电后 第一时间抽出邪刃 凌空斩下 恐怖的刀器 形成一股风暴 将飞过来的双耳蛇 全部震飞出去 随即 寒冰之气施展 化为一道木墙 隔绝了所有的毒气 那些毒气沾染在寒冰上 发出嘶嘶声 寒冰竟然在飞速的消失 承受不住毒气的侵蚀 连寒冰都无法与其抗衡 可想而知 这些双耳蛇毒到什么程度 如果是奢比诗赛事 那还了得 施展一丝毒气 一座世界可能都要毁灭 趁着寒冰之气 替他们抵挡的瞬间 三人终于逃出升天 从通道里面走出来 进入一座诡异的湖顶建筑 咕咚咕咚地下世界 突然传来咕咚咕咚的声音 像是心脏在跳动 每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包括鱼林等人 他们也顺着这个通道 终于进入这座巨大的建筑 神秘古术突然移动 再次提醒柳无邪 有危险 这一次不是提醒有宝物 而是提醒有危险 轰轰轰不远处一座石壁突然炸开 数百头千年死士冲出来 柳无邪三人还未进入那座湖顶建筑 就被千年死士拦住了 身后还有大量的双耳蛇 加上这些千年死士 三人彻底陷入绝境 透过缝隙 柳无邪看到一座类似祭坛一样的东西 剧烈的跳动声 正是从祭坛深处发出 祭坛周围 聚集两百多人 正是鱼林他们 他们终于找到了祭坛 柳无邪晚到一步 被千年死士拦住了 一部分死士 冲入祭坛当中 大战在所难免 你们跟紧我 没有后退的余地 尽快杀到祭坛里面 将这里的环境彻底破坏 切断阴阳之力运转 才能破坏这里的一切 天道神书飘浮出来 闪烁出万丈金光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些飞扑上来的千年死士 居然朝两侧退去 他们承受不住天道圣光 柳无邪的目的 不是诛杀这些千年死士 只要让开一条道路就可以 以他现在的实力 斩杀四五头千年死士 已经是极限 不可能杀死这么多 柳无邪这边举动 惊动了于林等人 纷纷朝这边看过来 那是圣光 于林身边一名男子 发出一声惊叫 只有圣光 才能克制千年死士 季秋完全是猛逼状态 柳无邪身上 怎么会有圣光这种东西 那可是天地中最纯净的光泽 千年死士乃污秽之物 圣光正好是他们的克星 身后那些双耳舌 却丝毫不怕圣光 继续朝里面飞扑 柳无邪连番不置寒冰盾 只能暂时控住双耳舌 我的寒冰之气 最多拖延一柱香时间 我们必须要在一柱香时间内 破坏这里的祭坛 柳无邪声音有些急迫 加快了速度 那些千年死士 发出痛苦的叫声 被圣光照拂后 身体上冒出阵阵黑烟 百米距离 眨眼极致 终于进入那座湖顶建筑 看到一座三丈高的祭坛 在祭坛中围 摆放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更可怕是一枚美雪咒 浮飘在四周 第690章万年死士 与林等人 正在跟千年死士交战 他们没有圣光 千年死士不惧他们 打得难解难分 大量的死士涌进来 天道神书无时无刻 都在消耗着魂力 柳无邪支撑不了多久 外面的双耳舌 很快就会冲破寒冰盾 与林也意识到了危机 尽快摆脱这些死士的纠缠 饺子 你还不过来帮忙 与林大吼一声 让柳无邪赶紧过去帮忙 没空 柳无邪懒得搭理他 时时进入祭坛之上 仔细观摩那些雪咒 施展鬼铜树 竟然轻松穿透祭坛 这让柳无邪大为惊讶 祭坛深处 躺着一个肉球 不断地抽取地下的阴阳之力 淡淡的乌气 从肉球之中传出 乌胎 柳无邪发出一声惊呼 乌胎还在发育阶段 已经有了奢比诗一些形态 再有几日 可能就会彻底成形 可能是受到外界的刺激 刻画在祭坛上的雪咒 突然一亮 周围的阴阳二气 犹如洪水一般 不断地涌入过来 乌胎居然在飞速地成长 从冥冥之中 传来一股力量 加持到乌胎之中 这是奢比诗的意志 柳无邪骇然大惊 十二乌神虽然死了无数年 只要经过水火土 风与雷电毒这些元素还在 它们的意志 就永远无法灭亡 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 乌形的意志 加持到乌胎之后 成长极快 不到几个呼吸时间 乌胎壮大一圈 出现一个类似人类的胚体 只是它的体型 更加修长 要比普通人类高大很多 这笔诗 人面瘦身 身体还在不断地变化 居然变成一条类似蛇形的生物 蛇 剧毒 这笔诗掌管天地之毒 才演变成这个样子 柳兄 我们怎么办 此事越来越多 不知不觉 柳无邪头顶上的天道神书 已经暗淡下去 它的魂力消耗极其严重 一头强横的千年死士 飞扑柳无邪 装手连点 寒冰之气不断地涌出 飞扑过来的千年死士 被定格在原地 无法挣脱寒冰之气的束缚 越来越多的千年死士涌进来 啊啊啊我不想死啊 短短几分钟 死伤几十人 进来的二百多人 死得越来越多 老子不玩了 一名巅峰心合静 强行冲击化阴静 正在突破的瞬间 直接被千年死士抓碎了身体 还没逃出去 就被杀死 一个接着一个死亡 死亡的那些人血液流入祭坛之中 导致祭坛上的血皱更加明亮 抽取周围的阴阳之气速度更快 乌胎飞速成长 人面蛇身更加清晰 血皱从祭坛上空飞起来 不断地旋转 形成一个更大的血皱 突然之间 乌胎动了一下 这下子炸开了锅 那些千年死士不敢上前 一股恐怖的毒气溢出 啊啊啊好几人离得较劲 直接被毒气侵蚀身体倒地不起 怎么会这样 刚才还睡二百多人 眨眼间的功夫 只剩下四五十人站在原地 千年死士也惧怕毒气 龟缩在一角 咚咚咚地面开始晃动起来 咣当 一股恐怖的气息 扑面而来 随后 一到五丈多高的死士 出现在众人面前 万年死士 活下来的五十来人 一脸绝望之色 外有双耳蛇 内有毒气 中间还有这么多死士 他们可以说是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柳无邪终于露出一丝动容 拿出一把宁华丹 一口吞服下去 交失的魂力 以及快的速度恢复 单凭这些人 根本无法对付这头万年死士 此的人越多 学咒的能力越强 召唤奢比士的意志更为强烈 大家还愣着干什么 一起出手 对付万年死士 一尊巅峰心和静 大喝一声 让大家联合一起 对付万年死士 乌胎的事情 除了柳无邪根继秋之道外 其他人并不知情 连奢比士是什么都不知道 认为只是一个 即将苏醒的魔胎而已 真正危险绝非万年死士 而是即将苏醒的奢比士 万年死士无惧这些血咒 还有渗透出来的雾气 残存的五十多人 瞬间合拢到一起 柳无邪三人站在原地 并没有动 相比起万年死士 柳无邪现在迫切的想要破解这座祭坛 就算他们杀死了万年死士 那又如何 还是死路一条 战斗瞬间打响 剩余这些人 各个实力强大 每个人都堪比话英镜 无匹的刀器剑刚落在万年死士上 后者无动于衷 愿由那些兵器落下 柳兄 需要我做什么 季秋语气有些急迫 站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 很是焦急 按照这个进度 最多十个呼吸时间 他们这些人都会死于万年死士手里 于林手持长剑 恐怖的剑刚 轻易的撕开空间 出现一道黑色缝隙 咔嚓 剑刚落下 万年死士的手臂上 出现一道裂口 被他一箭切开 仅仅是破开一道缝隙而已 并不能彻底斩断万年死士的臂膀 这彻底激怒了万年死士 发出诡异的叫声 手臂突然变长 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距离较近的十多名修士 瞬间被万年死士击中 身体四分五裂 直接被打爆了 鲜血混合血肉 洒落在祭坛之上 血骤越来越强 死亡越来越多 刚才还是五十来人 不到一个呼吸时间 只剩下三十几人了 于少 我们快撑不住了 想办法逃出去啊 跟于林一伙的十多名年轻修士 已经折隐了好几人了 这样下去 他们都要死 我们在这里大战 那小子坐享其成 想办法把万年死士引过去 于林眼角于光描了一眼柳无邪 突然恶狠狠地说道 刚才柳无邪释放出圣光 让那些千年死士无法靠近 一定有办法对付万年死士 我有办法了 于林身边一名男子嘴角浮现一抹邪笑 暗中得十几人喘音 很快达成一致 他们十多人 迅速朝柳无邪靠近 失去于林等人牵制 剩余的那些人 根本不是万年死士的对手 仅仅几招 就被万年死士斩杀殆尽 杀光这些人 万年死士朝于林飞扑过去 于林十多人 突然靠近柳无邪 将柳无邪团团围起来 柳无邪一直密切注意祭坛的变化 加上这里的环境空间有限 肯定无法闪避 左边是一群千年死士 右边是万年死士 中间是祭坛 就算柳无邪有心想躲 也根本躲不开 你们真是该死 再给我一段时间 就能找到破解祭坛的办法 柳无邪无比的生气 他们牵制万年死士 自己全力想办法破解祭坛 阻止舍比师复活 现在倒好 于林将万年死士引过来了 打断了柳无邪 所有的努力 功亏一篑 难怪柳无邪如此生气 饺子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们对付万年死士 你好好的待在这里 于林发出一声名笑 将万年死士引诱过来之后 突然退出战圈 跟于林一起的十多人 纷纷发出大笑声 就算是死 也要让柳无邪先死 你们真是无知 你以为万年死士 才是真正的威胁吗 一群弱智 柳无邪已经没时间 跟他们解释了 就算他说这里发生的一切 估计于林也不会相信他 以为在拖延时间 饺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里躺着一定是某尊大能 只要我能吸收他的记忆 就能继承他的全部修为 这等好事 岂能落入你的手中 于林彻底歪曲了柳无邪的意思 他猜对了一半 的确是一尊大能再复活 强横的乌神意志 从遥远的时空抵达而至 但是他却不知道 等奢彼师复活 无尽的毒气蔓延 他们全要死在这里 都这个时候了 他们还认为柳无邪有私心 为时间跟他们啰嗦了 万年死士双手突然抓向柳无邪 距离一炷香时间 越来越近 外面的双耳蛇不断的撕开冰盾 寄出腹地所突然缠住了万年死士 柳无邪别无他法 他心里非常清楚 一字斩根本杀死不死万年死士 寒冰真气踏实过了 万年死士力量强横无比 堪比真玄境 寒冰真气还未靠近 直接被他的气场根震碎 腹地所缠住了万年死士 柳无邪正要操控腹地所 情况突变万年死士身体的骨骼居然自己错位 甚至可以拉开 因为没有血肉 腹地所无法束缚 顺着他的骨风又出去了 有史以来 腹地所第一次失效 主要因为万年死士没有血肉 只是一副骨架 腹地所束缚的时候 万年死士的骨骼自己移动 关节还能打开 天龙印柳无邪不可能施展 这里是地下 一旦施展 天崩地裂 无数碎石砸下 包括柳无邪自己都会被砸死 只剩下几灭拳了 威力更是强于天龙印 空间太狭窄 同样施展不开 而且很快会波及祭坛 导致奢比师提前苏醒 柳无邪陷入两难境地 万年死士可不会给他机会 恐怖的气息 直逼柳无邪 粗壮的手臂 朝柳无邪拦腰抱过来 于林等人虽然将万年死士引诱过来 却一点开心不起来 如果柳无邪杀死了万年死士还好 要是杀不死呢 万年死士很快就会来对付他们 吃了大量的宁华丹 柳无邪的魂力 达到一个最巅峰 单凭灵魂之矛 肯定无法杀死万年死士 最多将他重创 唯一的办法 还要借助天道神书 拼了 柳无邪眼眸闪过一丝决绝 反正也是死路一条 不如拼一把